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了 你想我了吗 想证明我在演戏吗 你别以为躲过今天就没事 我警告你 虽然我没有办法阻止你跟我姐姐的婚礼 但是要是被我发现 你在背后乱来的话 我不会饶你 公主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才会相信我是真心要娶你姐姐啊 那我要你发誓 如果你敢伤害我姐 你就不得好死 真抱歉 我不想跟你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我就知道你不敢 公主拜托 我有什么好不敢的 只不过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更何况我现在 连我自己能不能活过一年 都没办法保证 你放心 你有没有听过祸害一千年 你啊 肯定会长命百岁的 康姐 康姐 你 你放手啊 康姐 康 你 你疯了你 你有病啊 你活得不太烦了是不是啊 我只不过是想要知道 如果有一天 我要是真的死了 不知道到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啊 不过放心 你看你胆子这么小 我一定会先躲起来再去死的 绝不会吓到你哦 我只不过要你向我保证 你绝对不会伤害一飞 你干吗一直提什么死不死的 只不过是 感态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罢了 所以我向你保证 我对你姐的真心诚意 绝对比我的生命更长久 我看你甜言蜜语的功夫 好像又进步了 这还不是因为你吗 因为你老在我身边逼我 我才会这样啊 我啊 我会狠狠地叮嘱你 一辈子都叮嘱你 真的假的 是啊 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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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原来 在你爸妈口中 那个来路不明不怀好意的女生 就是我啊 家伟 我觉得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 我 思河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些话 你知道我们走到这一步有多么不容易吗 就是因为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我才觉得 其实我已经很满足了 如果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还要再坚持下去 我觉得对于你来说 太残忍了 哪里残忍了 就是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们两个感情之间要付出任何事情 我都觉得是值得的 是吗 牺牲掉你的家庭 你也觉得值得吗 最近家里状况不是很好 工作也不顺 所以我爸妈 才会烦走 说出这些过分的话 求你为了我们的感情 再努力一次 不要轻言放弃 也不要怀疑我的决心 好不好 来 再见 今天怎么没来接我 你不是说我只能对你姐一个人好吗 我又不是别的女人 我是你个小姨子 原来你终于接受 我们是一家人的事实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既然我没有办法阻止你 我就只有死死地叮嘱你 我说你就没有别的事情做吗 所以你就更应该要感激我 对你的牺牲啊 我看你还是想办法早点嫁人吧 不必了 你接受的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 你也不用一看到我就摆张臭脸吧 找一飞 嗯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没事 警官是 看到我后面这些男人了吗 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同意 不许来踏入公司办法 是 讨厌 你们怎么来了 你还没有忙我啊 是啊 我要将设计稿 你们先坐 嗯 这次的设计稿还不错 按我刚才提出的意见修改一下 不错 执行长 你的意思是说 我的设计稿通过了吗 我的意思只是接近而已 有什么值得开心的吗 我 当然了 其实 跟执行长一起工作 设计 不是很容易通过的 谢谢执行长 行了 我给你两天时间 嗯 修改好再交给我 好 执行长 开会的时间到了 好 这两车看起来不错 怎么样 你买个姐夫作为结婚礼物吧 你少臭美了 我是不可能会承认 你是我姐夫的 这么说 你还是喜欢画天琪 当你的姐夫喽 这样的话 他可就没办法做你丈夫喽 我怎么想不用你管 早有一天我一定会证明 您只是利用我姐姐婚来 撮合我跟画天琪 到时候一定会让你很难堪 你白总吗 他不在 不是说好明明今天帮我解决问题的吗 有事就看不到人了 对不起 跟你们白总说一下啊 躲得了初遇躲不了失误 我 我还会再来呢 少爷 老爷有交代 交代 你等我一下 再躲啊 你们两个醋头乌龟 真要不没这意义 三个月前说到北京去拿钱 上个月又说有事临时出国 原来你们哪儿都没去啊 躲在家里做醋头乌龟 不敢见人了是不是 高老板 你听我说好了 这笔钱那实在数目太大了 我一时真的瞅不过来 求求你 宽限我几天 就几天时间行吗 是是是 拜托你高抬贵手 一凑到钱我们一定亲自奉上 你放心吧 你们还想骗人哪 就瞧你们这俩虽一样 过几天能瞅到钱 当我三岁小孩都哄呢 说够了没有 蒋外 钱钱是我们家李逵 但并不代表 你就可以在我们家撒野 儿子替老爸老爸出面了啊 有本事了 孝顺了 有本事替你爸妈还钱哪 妈 只要你把钱还了 我立刻闭嘴走人 高老板 高叔 你还记不记得 你创业初期的时候 你也缺过钱 我爸妈没有二话就借给你了 他们从来没有向你催过 可是现在我们家里 真的有困难 我请你帮个忙 不要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 这 这难道是你报案的方式吗 瞧瞧 瞧瞧你们这家人 就施舍了一碗米 就想还一块肉是不是 好 我再给你们一星期 一星期之内我要是看不到钱 别怪我 踩烂了你们的龟壳 把你们送到监牢里去 黄老板 公司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了 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 你们为什么一直不跟我说呢 家伟啊 是老爸承不起这个家 连累你了 我们是一家人 你怎么能说连累呢 家里现在有问题 我也有责任 家伟 我知道你的心一直向着这个家 但你也别太急了 对了 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 我本来是想回来跟爸谈另外一件案子的 现在��好像社会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会这么像呢 啊 啊 啊 谢谢啊 工作已经这么辛苦了 怎么还可以睡在椅子上呢 今天有记者访问 以前一般 亦非都会挑一些浅色的衣服穿 看起来既专业又精神 看你喜欢哪一件 下次的走秀系列 还没定案吗 哦 我现在 已经定出来了一个大方向 要走中国风 不过现在中国风的东西 太有代表性 如果不用大红色 还有华丽的丝绸 就很难表现出它的风格 但是一旦用了这些东西 就让消费者感觉 这都是老东西了 不想接触它 其实我也 亦非从来 会愿意接受任何的挑战 亦非也从来不会抱怨工作辛苦 我一定会再找些资料 一定会完成的 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如需留言 请安逸 苏河 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您手机一直没有开机 所以我 总之你听到我的留言 赶紧回给我 向远 准备好了没有 好吧 走吧 听说书母排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是想成为一个设计师 没想到却成为了时尚产业的经营者 你年轻时未达成的梦想 现在等于是由你女儿来继扮 对吧 我并没有特别希望我的孩子继承什么东西 但是如今我看到他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 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所以方设计师是因为自己的兴趣 才想当设计师的吗 是啊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设计 我觉得那些缤纷的布料 还有色彩 让我的世界变得很丰富 也很有趣 因为觉得有兴趣 所以不管有没有才华 母亲就因为爱与心切 一手扶持你成为设计师 一年前还不惜用尽关系 让你成为欧洲著名的设计师经济林 Miss Lee旗下的设计师对吧 可惜签约并没有让你大放遗产 足足等了一年 你的首场设计秀才艰难登场 而且甚至有人谣传 那场秀根本就是有人在带她 你会不会太没有礼貌啊 请问你这次来是来采访 还是来挖八卦的 如果这不是谣言 那为什么首秀成功以后 你却又突然转战下资 而你到了下资以后 被视为下资十年来 最大盛世的走秀系列款 也迟迟没有下文 你的设计也一再被推翻 现在整个时尚圈 早就传得沸沸扬扬 说冯一飞根本没有什么才华 在实境是靠母亲撑腰 到了下资 则是靠前男友来披护 小颖 到我办公室办公桌 左手边下面第二个抽屉 把素描本拿来 总裁是这个吗 是的 听说您除了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记者之外 更是我们圈里面 公认极具鉴赏力的专栏作家 不晓得今天是不是有这个荣幸 请您鉴赏鉴赏这个设计作品 这设计太有风格了 有想法 大胆创新 可又不过分于标新利益 这绝对有市场性 这是实境下一波的主打吗 我能采访一下这个系列的设计师吗 你不正在采访吗 这 而且这个作品并不是我们实境的下一波主打 它只是我们实境已经报废的设计作品 为什么 这么好的设计 那是因为布料 原本这个系列作品我们打算用的是一个来自于非常古老的纺织厂 所出品的布料 但是由于布厂老板忽然病逝 而由他儿子接手的出品呢 又有相当大的落差 所以我们宁可让这次的设计稿作废 也不可以迁就那些马马虎虎的布料 他或许不是我看过最有天分的设计师 但是他绝对是一个最能吃苦 最有坚持 最有毅力的设计师 这个社会其实就这么回事 方设计师身家背景好 长相出众 又有设计才华 难免输达招风 惹来各种闲言闲语 这样 等我这次采访完了 我回去做个报道 谢谢 今天的采访已经结束了 对于您刚才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度 我们相信 你根本不是来采访方议菲的专业 而是来采访方议菲的八卦 我们不会接受你这样子羞辱 公关经理 我想请问你 我们实境在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呢 非常谢谢你们今天来采访 而且我会告诉你们的主编 如果你想再接我们实境下的广告 那就只有撤掉你们的专栏 不送 妈 没想到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虽然我觉得这一年来 你对易飞有点冷淡 不过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其实你心里啊 还是很关心她很保护她的对不对 我都说叫你别想这么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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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 白总他们到了 知道了 爸 我研究了一个新的单子 我发现实际这一年的采购量 我们家只在百分三十 但如果 就是如果可以让工厂 二十四小时加工的话 那岂不是整体的运营成本 就可以大大降低 对 而且爸 加一票 这个 这件事咱们一会儿来谈 爸想跟你说什么呢 这个 我观察了一下 你选呢 很喜欢拿营 爸爸我呢 正好 我们两张拿营的这个演唱会这个门票 以后你接上他以后啊 你跟他一起去好不好 爸 爸 爸 我 你开什么玩笑 不是 不是 我觉得这个二十四小时的工厂方案 你觉得如果合适的话 我回去你一个方案 我回去啊 把合同给你引出来 你给我提方案是吧 老爸告诉你一点 你要记住我 如果工厂二十四小时开工的话 这个工人正白天黑地做工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要给工资啊 嗯 你想象一下 这成本它能不高吗 根本降不下来 来 拿着 拿着 你看 夏伟儿啊 你要这么想呢 老爸我非常高兴 但是我跟你说一点 咱们家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如果你追到易轩的话 你借多少订他都有用 就不知道 这张会的门票呢 就在明天 你呢 想办法一定运上易轩 好不好 总裁好 总裁好 这个是庞总监 让我交给您的文件 是这季的广告企划吗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总裁再见 主导 白董 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 刚才外面有点事情耽搁了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 好久不见了 叔姨 家伟是越来越帅了 请坐 请坐 主导 易轩呢 易轩应该在办公室里吧 有事吗 没什么事 家伟先找好易轩有点事 这不他俩一起 看大时间讲以后 家伟有很多问题想没有易轩 原来如此 那你自己去办公室找他吧 好 那我亲自去找他了 家伟这孩子比我腼腆 很快 爹 爹 苏 苏和 你还是先出去吧 等一下同事看到我们两个在里面聊天 会给你添麻烦的 对不起啊 你也看到了 家里现在的状况 比我想象当中更糟糕 现在如果跟我爸妈说的话 他们就会更反感 但你放心 我不会放弃了 我也没有跟你生气 再说了 我们两个不是一开始就说好了吗 感情嘛 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的事情 都跟别人没关系 苏和 你不会是要放弃吧 别啊 我什么都没有说好吗 我还以为你要放弃了呢 你不在说的话 别人就会 primitive 我还没有做弃我 需要 去哪儿 不管去哪儿 明天我都陪你 好了 你先出去吧 待着这儿太久了 同事看到不太好 好 明天有一整天 属于我们的时间是不是 好了 你快点快点 出去吧 快点 若即若微的循环 其实是没安全的 你的爱像彩虹那么灿烂 可惜是消失的很烫 不真爱不爱 爱要被看见才能算 这就是我恋爱的姿态 不真爱不爱 我对你最后的调态 只爱到一半的爱谁都爱不来 哇 哇 这好美啊 我分不情爱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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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是自由我说是摇摆 就像在快乐中释怀 我分不情爱不爱 喜不喜欢 不喜欢 都是假的 你也太没有诚意了吧 那你想要干什么 我 我想吃冰淇淋 只爱到一半的爱谁都爱不来 哇 整个天平的当代 都有各自的期待 快点写定爱不爱不要这样 冰淇淋来了 我每个口味都买了一点 这么多啊 任由一款适合你 可是我现在 突然之间又不想吃冰淇淋了 那你想干什么 那 那出来约会 应该是很浪漫的嘛 那些偶像剧的桥段里面 不是应该有喷泉的吗 喷泉 好 没问题 我醉你最后的表彩 只爱到一半的爱谁都爱不来 喷泉我准备好了 真的吗 你看 好厉害啊 怎么样 喜欢吗 不喜欢啊 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查 附近真实的问卷在哪儿 我开车带你去好不好 家伟 你对我真的好好 那 是不是 不管我要什么 你都会给我 我不能保证每一件事都能做到 但我一定会尽力去尝试 那 那 那我想要看彩虹 彩虹 那我想要看彩虹 彩虹 我多浪漫呢 好 没问题 我不想吃你 我别想吃我 我看你吃的 我下猴子 我吃的 还要试ross 你还要吃那种 你吃的 我看彩虹 我看了 我看你吃吗 我看你吃那一娘 我看了 哇 好美啊 快看 行不喜欢 虽然它不是真的彩虹 可是它是我见过的 最美最美的彩虹 家伟 你是不是觉得 我今天特别地任性啊 只要你开心 做一切都值得的 那我现在 还有一个任性的要求 你现在先回家吧 好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 那你为什么要把票扔掉 昨天 我都听到了 也都看到了 一轩呢 很喜欢拿影 帮我拿 正好 我们两张拿影的这个演唱会 这个门票 要你接上它以后啊 你跟它一起去 好不好 咱们家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如果你追到一轩的话 你接多少钉它都有用 却不知道 这场会的门票呢 就在明天 你呢 想办法一定遇上一轩 好不好 票怎么会在你这里 是我捡回来的 好啦 你快走吧 快点 我把票扔掉啊 就代表我不想跟他一起去看 你为什么把他捡回来 而且你还把我带到他家门口呢 大伟 你冷静一点先听我说好吗 谢谢你 谢谢你 一直把我当成宝一样 放在手心里宠着 就好像今天 不管我有什么任性的要求 你都会照单全手 我没有觉得你任性 我觉得只要你开心就好 所以啊 我知道你心里面有我 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家伟 现在你需要的 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 如果 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继续 可我记得你说过 两个人在一起只要开心就好 我不要你做什么 我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我就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安慰啊 安慰可以当饭吃吗 现实总是很残酷 而且越逼越近 看到你这么大的压力 你觉得我会开心吗 再说了 我也不想看到 你因为家里的事情而身心疲惫 我扛得住 可是我撑不住了 家伟 我觉得很累了 好 好 说你恨我 说你讨厌我 说你不爱我 你肯定说不出口 因为这些都是你为我着想而变的理由 给我留一点尊严好吗 我知道 现在你跟我肯定都会舍不得放弃这段感情 可是 如果因为舍不得而继续在一起 有一天你会讨厌我 会恨我的 想到那个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你不能替我做决定 你忘了吗 你今天答应我 要答应我最后一个任性的要求 我已经叫白伯伯替你约好了一轩 带他去看演唱会吧 不答应 你干什么 好 是家伟吗 你等等我 我正在穿鞋 马上就要出去了 家伟 你知道吗 今天 我看到你举着彩虹 在太阳底下朝我跑过来 我觉得你像个大男孩一样 特别地可爱 看 彩虹 好 快看 喜不喜欢 想到以后我再也不可能拥有这么一个人了 我也会觉得特别地舍不得 可是没有关系 因为 我还有你给我的很多很多 特别美好的回忆 我 我没想到我 我会觉得我可以拥有这么多的 我没想到我 去哪里 我看你 我来就能拥有这么多的 我会看到你 我会想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